方法演技到底是什麼? 這種演戲方式真的會讓一個人發瘋嗎? -什麼像小丑那樣子? -沒有錯 大家好,我們是... -謝謝說數人 在影片開始之前,記得幫我訂閱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今天來聊一下方法演技 這種演戲方式其實很常見 它基本上就是一種讓演員 可以完全進入角色的一種表演方式 除了演員本人的性格之外 他要創造出新的角色性格及他的習性 他在不管上戲或下戲 都要完全的融入這個角色當作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西施萊傑 那這類的演員呢 他們認為這種表演方式 可以幫助他們有效的進步角色 不過在這些情況下 方法演技也會對其他的演員或劇組造成傷害 尤其是當那位演員 他的角色是非常令人不舒服的角色的時候 -連續殺人魔這樣 對對對 或者是一個很討人厭的角色 精神餅 那種感覺 他就會影響到旁邊的人去怎麼跟他相處 或者是導演可能要他再出來一點 然後要好好討論這個細節的時候 會變成一種可能在溝通上的阻礙 因為對我們來說我們在上班 你在那邊擠起來 但是對那些演員的話 他這樣子做其實... 其實這個方式是沒錯的 是可以做到的 他就是用他外在的東西 或者是他的生活方式 或者他自己的東西去改變他自己本來的性格 這是沒有錯的 但是可能我自己覺得不好是他要去找到切換點 什麼時候我該出來什麼時候我該進去 沒有錯... 不過這種演技他的優勢就在於 演員必須觀察所有的細節跟事實 他所有的觀察力有非常足夠 然後去揣摩現實中的行為 然後去應對他的心理狀況 或者是語言或者是基礎的認識 還有像是傑瑞德他就是標準的方法演技的信徒 他在開拍自殺突擊隊的時候 因為他演的角色是小丑 為了揣摩小丑的行徑 傑瑞德不僅在片場中不與其他人接觸 他還會寄給共同演出的演員一些駭人的物件 這我有聽過 他有寄給小丑女一些很噁心的東西 就是當他的禮物這樣 對對對,然後嚇到人家這樣子 但我很好奇 假設他跟巨石強森合拍一部片 他還會寄這些東西給你 你說因為他很壯嗎? 我覺得還是會 可是他可能會看人 他會看這個角... 這個不好欺負我不要用他 我覺得他比較常應該會看的 應該是看說在劇裡面他們是什麼關係 因為他為什麼送給小丑女 其實是有關係的,有關聯的 所以他才會想送,他會送禮物給他 但是那個禮物可能根本不是小丑女想要的 或者是小丑女只想要收到禮物的感覺 收到他給我的禮物 是要合這個角色的個性跟行為 對啊,不一定是直接誰都送這種 飾演影集漢尼拔的拔書麥茲米克森 他因為取代強尼代譜飾演葛林戴華德的時候 我覺得很不習慣 看到原本的葛林戴華德 從強尼代譜換成麥茲米克森 我就是覺得好奇怪喔 我覺得還好是因為他在第一集的時候就變過一次臉 所以我覺得... 每一集都換一個臉 因為他第一集最後面的時候換了一個臉 但我還是比較喜歡強尼代譜的版本 我也蠻喜歡強尼代譜的,但沒辦法 但是他這次演的這個我也覺得不錯 是不錯啦 真的還蠻不錯,他真的好適合演壞人 但是他自己就有聊到說他不喜歡用方法演技來去演詮釋他的角色 所以其實不一定要用這個方法去做這件事情 他就直接嗆說他簡直是無說八道 他如果是一部爛片該怎麼辦? 你覺得你會得到什麼成就? 你早應該開始的時候 你就該抽離角色準備怎麼飾演這個連環殺人魔 你不應該花兩年的時間去試看看 他覺得這是一個非常自以為是的事情 假設如果成功了媒體就會說 我的天啊,他好認真看待這部片 這個演員一定很棒,應該要頒給他一個角 接著就會變成一種常態 接下來每個飾演殺手的人 他都應該幹一點壞事 然後才能變成那個樣子 他就覺得說這些事情根本是一種很荒謬的事情 有點像病態變成常態的感覺 對 因為你方法演技也要放到對的地方 你如果放在一部就是你覺得這個東西 你真的不需要 這部片你自己要評斷一下他好還是不好 那為什麼要給這個獎 那這個獎如果給了一部爛片裡面的演員 那這樣也不對 對 我覺得是不是因為希斯萊姐的成功 所以讓後面的人都覺得說 這個方法是一個很棒的方法 我有也許會因為這個方法演技 得到一個非常好的獎項 因為方法演技在他出事之前就有 所以其實就是演員他的各種方法 可是這是因為他而變得比較紅 大家才會特別關注到 應該是說因為他... 因為他然後大家輿論開始討論這件事 但是不代表就是演員他們不知道 因為其實演員在學的時候就會學習很多方式了 對,你要用什麼方式去進入角色 會對你自己... 你自己來說哪一個比較方便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麥茲平赫生他比較理性的去看待這件事情 因為他會覺得說你方法演技是一種工具方式 你可以使用這個方式去做 你也可以使用別的方式去做 那不一定你每次都要從這個方式去發 你要看這個劇適合用什麼方式去處理這件事情 因為他不一定是學到一點點東西 他就要全部都用這個東西 他可以多學一點了 其實這個意思 那你們自己舞台劇會用這個方法演技? 要看演員啦 要看演員他們自己的... 那你自己呢? 我自己的話我比較像是開關的 就是我會在某個點會去設計我的開關 然後去做這些東西 我比較不像是像希斯萊傑他是那種 用方法演技把自己困在裡面 很投入這樣 對...困在裡面 我比較像是... 好,我今天是要走一個生氣的 那我在這裡的開關可能是想像我之前很生氣的事情 然後在某個字我是做這些事情去做這個 很像是那個樣子的狀態 但是這種缺點是不是? 如果說這個演員他沒有過以前的類似的經驗 他就會抓不到這個感覺 你說例如說很生氣的感覺嗎? 或者是很傷心的感覺 像我們之前在拍解密遊戲的時候 裡面的女生的主角他就抓不到難過的感覺 然後我們就在那個時候卡了蠻久的一段時間 這真的是看人去做 因為他真的就是... 而且再來就是說 當初那個女主角他沒有經過傳統的一些演員訓練在裡面 所以你要及時讓他上去的話 除非真的是他本來就是一感情豐富的人 那他可以很快的弄出來 那如果不是的話他是用他自己的方式 他要一系列的演員的訓練才有辦法 假設他要用方法演技 他就切身的痛定思痛失去一個人 沒有他應該是... 應該不是這樣講 應該是要講說他... 他可以想像啊 他可以想像說他失去了一個... 也可以是人也可以是貓也可以是狗 他在乎的東西就好了 可以去影射出這個東西 對這也是一種方法 不一定要這樣子 我自己的方式就比較像是開啟式的 就是我會... 我不會整齣戲我都一直在這個裡面 我是用開關... 就是這個段落我該是在想什麼 大部分的演員好像都是這麼做 又遇過的... 因為... 你有遇過真的有人是用方法演技嗎? 在台灣比較少... 因為方法演技很影響生活 對,而且真的... 我也沒有到那麼大咖可以到... 認識到這麼多厲害的人 如果真的可能是在一線的演員 他們可能會比較多這種... 比如說我捧了100萬美金... 因為真的... 可能一線的演員會去做這些事情啦 那各位觀眾你們喜歡方法演技 這種演戲方式嗎? 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下部影片見,掰掰! 一樣真狮的地方 關weit 我們下部影片買吧 特別是 więcej 了解